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要在银行每个月初定存3万元 月利率是0.2% 每个月用复利来计算 请问要持续多少个月期满 才可以购买一间600万的房子呢 我们重新解释一下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他们的模式是每个月初会存3万块的本金 所以如以上的图形 如果存5个月期满 第一个月初存入的3万块就会经历了5个月 就会存满5个月 而第二个月初存入的3万元 只会存满4个月 依此类推到第五个月月初存入的3万元 只存满1个月 所以我们会知道 每个月初存入的本金 它所经历复利的期间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我们每个月初定存3万元 月利率是0.2% 复利计算 我们假设要持续存满N个月 才会足够600万的话 首先我们先提供一下 复利本利盒的计算方式 它的计算方式呢 是本金乘以1加上利率 括号的奇数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 存满N个月足够600万的市值 用以下来表示 左边的部分是每个月本金 所经由复利计算的本利盒 去做加总 全部的总和呢 应该要大于等于600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左四的每一项 前面都有一个3 那代表说每个月 所存入的本金3万元 然后后面都有一个 括号的1加上0.002 也就是对应到公式当中的 1加上利率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 四方的部分不尽相同 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设我们看第一项 它象征的是 第一个月初就存入的3万元 那它会经过N个月 也就是N期 所以它的次方方面 会是N次方 而第二项 N-1次方就对应到 第二个月初存入的本金 只经历了N-1个月 也就是N-1期 以及一直到 到第N个月初存入的3万块 只会经过一个月 只会经过一期 所以是一次方 这全部的总和呢 大于等于600的话 就会可以买得起这个房子了 所以两边我们同时 约掉3 就会得到以下的式子 而这个式子 我们观察到 左边的部分 是一个N项的等比极数 对不对 它的首项以及公比 都是1.002 所以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 等比极数的公式 有限项等比极数和 假设首项是A1 公比是R 前N项和我们会表示成为SN 它的计算方式呢 则是R-1分之A1 乘以括号的R的N次方 减掉1 所以我们试着 把R跟A1用1.002 带入这个式子来做计算 就会得到 1.002-1分之1.002 乘以括号的1.002 N次方减1 会大于等于200的这个式子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 为这个式子来做化解 所以我们把它盛开 做一项之后 我们就会得到 1.002的N加一次方 大于等于1.402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说 我们很难用计算机 一个一个N去尝试 来找到最小的N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对数函数的性值 把N算出来 经过了前面的介绍之后 各位同学知道怎么做了吗 我们要求这个N 我们应该要想办法 让这个N 不要在次方 可以掉到前面去 所以我们只要取一个 常用对数 这个N加1 就会变成帧数的次方 我们就可以运用 帧数的次方 可以提到前面去的 这个性值来做处理 所以取对数之后 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然后N加一次方 可以提到前面去 就会形成N加1 括号乘以 log的1.002 会大于等于 log的1.402 所以N加1 就会大于等于 一项过后 log1.002 分之log1.402 那我们经过 计算机的计算 就会发现它 N加1会大于等于 169.11左右 所以N要大于等于 168.11左右 所以N的最小值 我们就知道 必须要是169 也就是他们要经过 169个月 才买得起 600万的房子 换算成年的话 就是14年 又一个月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个 素养题 小明打算把世界各国 依照面积大小 来一个区分 一个等级 又表列出 10个国家的面积 它的单位都是千平方公里的 而小明打算以一个国家 冰岛作为基准 用下列的公式 来计算各国的面积等级 首先先介绍一下 这个公式当中的 A下标S 是指的是冰岛的面积 A是某国你需要去衡量面积等级的面积 然后NA则是这个国家的面积等级 它的公式迅速是这样子的 NA会等于5乘以Log的 帧数部分是A除以AS 用这个方式去算出一个国家的面积等级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 他问说下列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这边有5个选项 我们一个一个来做探讨 第一个选项 他说美国的面积等级超过10 所以这边我们就要带公式来算看看啦 首先冰岛的面积是103 美国的面积是9827 这边是千平方公里的单位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刚刚面积等级的公式 就是NA会等于5倍的Log A除以AS 那这边A就是美国的部分了 所以我们要把9827带进去算 那AS就是103 就会得到它会等于5倍的Log103分之9827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103分之9827 会比100还小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以10为底数的前提之下 就会得到 它会小于5乘以Log100 Log100就是2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的面积等级NA会小于10 所以他这个叙述说超过10 其实是不正确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选项 他说小明的公式 可以把表中的10个国家的面积等级 限制在0跟15之间 那这边我们发现 在帧数的部分 只要说那个国家的面积小于103 在帧数的地方 算起来就会小于1 所以等级取Log之后就会小于0 我们举一个国家来做示范 例如说科威特 科威特的面积是18 那我们来带入刚刚的面积等级公式 NA就会是5倍的LogA除以AS 那就会是5倍的Log18除以103 我们会发现 它比5乘以Log1要来的小 那也就是0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只要面积小于103 我们的面积等级应该是会小于0的 所以没有办法把10个国家的面积等级 限制在0到15之间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不正确的 接下来第三个选项说 如果两个国家面积等级差距是1的话 就代表他们的面积比例大约是5倍 那这个正不正确呢 我们要实际来算算看 假设两个国家的面积等级 分别是NA1以及NA2 那题目告诉我们说 它的等级差1 也就是NA1-NA2等于1的情况之下 则我们来计算 同样要利用面积等级的公式 NA1-NA2 就会等于5倍的LogA1除以AS 再减掉5倍的LogA2除以AS 这边就是直接带公式去做计算 在左4的部分 我们知道它的等级差距是1 那右4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5提出来 看起来就会变成是两个 同底的Log做相减 还记得吗 同底的Log做相减 就相当于帧数相除 对不对 所以它可以写成5倍的LogA1除以A2 那经过一项之后 我就得到LogA1除以A2 其实有一段差距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不正确的 而第四个选项呢 它说面积等级小于等于5的国家 被小名称之为小国 则这个表中的10个国家 它说有7个都是小国 那我们来看这个正不正确 首先同样要利用面积等级的公式 我们要计算就是 某个国家面积如果是A的话 算出来的面积等级要小于等于5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求出A的范围 所以就是这个不等式 5要大于等于5倍的LogA除以103 那同除5之后 就会发现不等式的左边是1 那1又可以写成Log10 也就是Log103分之1030 然后要大于等于右边的Log103分之A 经过一比较之下 以10为底的时候 Log值比较大的 帧数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A要小于等于1030的这个结论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的面积等级都会小于等于5 也就都会是小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它的面积小于等于1030的 总共是这些国家 那算起来真的刚好就是7个 所以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那最后呢 第五个选项 它衡量新加坡的面积等级超过1 到底正不正确呢 我们就要来看新加坡的面积了 新加坡的面积是0.7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在第二个选项有说过 只要国家面积小于103的国家 面积等级都会小于0 所以新加坡的面积只有0.7而已 面积等级肯定是小于0的 所以这个选项也不正确 经过以上的讨论呢 我们发现正确的选项只有第四个 所以这一题应该是选4 以上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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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